2018年5月9日是正言上人的82岁寿辰 刺激牺牲中心的圣友及同仁们 无望在这个日子感念世恩 圣友专注于电视机播放的影片 一年六天忽视在牺牲时分享上人的故事 西圣中心圣友及同仁们亲手以禁师食材制作寿陶 他们提前向禁师人文志工学习禁师寿陶的制作方法 并且游分会副执行长叶慈景师姐把新鲜出炉的寿陶 分给每一位正在西圣的圣友 西圣市播放着方向吉祥师斗歌曲 圣友们手捧的是精致美味的禁师寿陶 人人以虔诚及真诚的心为正言上人助手 祝愿上人法体安康常驻世间 今天我们在这里因为祂祖师的爱情 祝祂祝祝祂祝祝祂更多力和健康 戴新闻卢靖阳马来西亚报道 祝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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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